新北市瑞芳火車站是瑞芳區的大門面 每天來往的人次很多 但是在一旁的鐵路巷道 早期因為缺乏管理維護 常有車輛大打劫的情形 環境也相對髒亂 就連民眾想走在這裡都顯向緩身 這幾年當地里長就逐年分階段進行改善 讓用路人更好行 之前那個這個雙邊都是 那個設計還沒做的時候 雙邊都是停放那個機車 整個道路都不能廢車 行人也有危險 後來就是提出這個計畫 就是把它改善為 那個有人行道 又有那個綠化牆 讓民眾車輛多人 通行的人比較方便 地長就說 鐵路巷就緊鄰台鐵的圍牆 但圍牆年久失修 已經出現剝落的情形 會顧及用路人安全及美化環境 向民企業申請地方回饋專案補助 爭取近百萬的經費終於到位 便著手打造環保建材 來的圍籬牆近期已經完成 上面那圍牆看起來比較危險 就要走要走 人在走也很危險 做這樣當然是過得很漂亮 歷經了八年的時間 很不容易才爭取到這個項目 現在有一個讓瑞芳地區下了火車站 可以當作一個門面 可以比較清新 比較整潔 附近居民看到之後 也大戰景觀變好了 有別於以往髒亂不堪 又岌岌可危的台鐵圍牆 取而代之的是環保綠建材圍梨 上頭還有瑞芳知名景點的大圖輸出 讓走在人行道上的民眾 都可以一覽好風光 就成為瑞芳採訪報導